在接下来的这个第二段里面,我们会讨论SecuritizationGatebook,也就是要讨论的议题是如何从master写入keyhubpages,以及怎么产生content.json。 从keyhubpages上面看起来,它是在G0v的这个organization里面,然后呢repo的名字叫做SecuritizationGatebook,它的授权呢,通常我们只要是部会的提案,都是cc0。 我们可以把它空下来,那在这边,我们因为使用的就是gatebook的版本相当的旧,是1.5,所以它目前能够配合的node的版本,就是stable的版本,就是node6。 那照例刚空下来之后呢,可以用这个npm,或者是用yarn,来安装所有的需要安装的程式库。 在yarn这个安装之后呢,我们就可以来build这一整份文件。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它的结构,就跟任何其他的gatebook一样,是从summary.md当作entry point。 summary里面会连到它的简介,也就是为什么要进行这样子一个讨论。 简介的体力呢,是用一个block quote,去讲说,发出这个讨论的动机,然后以及这次意见征集想要做的事情。 1.md里面的每一个heading2,是一个提问的议题。 那它最前面的heading1,是在讲说,我们提出这些议题所收到的意见,会怎么样子被使用。 我们目前有四个议题,就是现行动产及债权担保法制的问题。 以及另立整合的担保法呢,还是要补强现行法制不足,来立特别法。 严禁登陆制度的可行性。 以及应该以哪一个部会作为主管机关,这是这次征集的四个不同的问题。 逼台湾设计里面有一个叫做小字典的概念。 小字典的意思就是我们用Google Spreadsheet,去把里面提到的每一个可能一般人看不太懂的名词,都加以编辑。 那这个 Spreadsheet的名称,以及它的在Google Spreadsheet里面的页签,是写在package.json里面的。 我们每次开始一个新的话题的时候,我们就会加一个新的小字典的页签,在1cgn开头的这个 Spreadsheet里面。 然后呢,我们只要republish,它就会去Google Spreadsheet抓下这样子一个小字典,并且把它写进glossary.md里面。 我们就可以在glossary.md里面看到说,对于获得信贷,对于什么是登陆制度,对于什么是控制权协议,什么是担保权等等,加以说明。 接下来用YARMBuild就可以建置出这份GitBook。 那我们可以直接去底线BookIndex加以预览。 预览的时候,我们就可以看到说,刚才在小字典里面所定义的这些文字,目前都已经出现在这边。 然后要讨论的议题呢,也都已经出现在HeadingTo的这个层级。 如果预览没有问题的话,我们就用YARMDeploy,把它写进GitHubPages里面。 这个的意思也就是说,这样子一份GitBook,它可以直接从g0v.github.io斜线SecuritizationGitBook。 就可以把我们刚刚建置出来的这份GitBook在线上进行预览。 那如果部会都觉得这样子一份GitBook没有问题的话,我们就可以把它上线到Discourse上面。 那这个就会是下一段的内容。 好我看哦。 好看哦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